14000元尺度在目前全球經濟環境不好的情況下 房企是首當其衝受到衝擊最大的情況 我相信價格是合理的 他的屋苑地段來說,我覺得是這樣價格 合理的 如果你要對比內地的房產來說 我們要看看 到底我的錢搬過來的時候是否值得 當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拆錢利率、LPR的下降 我也認為是中國內地政府不斷舊市的方式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我是Leslie Hello,大家好,我是Leo Leo,今天我們來到 位於我們珠海附近區唯一的新盤 陸景灑月灣裡面 今天其實有些主題想分享給大家 不過開始今天我們這條影片之前 不如跟大家談幾個 在最近比較熱門和息息相關的問題,好嗎 好,沒問題 其實說到最近 特別是我們A-House作為房產Channel 雖然我們主營的是大灣區的樓宇物業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的樓價可以說是跌得很厲害 包括李先生 我們在香港的項目也都七折出售 600多個單位收籌是超過2萬張籌 並且要求我們每一位落籌的客戶 都去到現場抽籤 所以早前大家看到很虛陷的 就是你基本上坐地鐵也好 坐的士也好 你看到那邊真是塞到大排長龍 好,我們說回關鍵的 面對它現時的七折購房 我們想說 值不值呢? 你覺得香港樓買七折 要不就是金融風暴 要不就像以前SARS 那些年代 人心惶惶的時候就想得很厲害 我認為香港的樓市來說 大部分時間都是屬於一個 升得比較厲害的情況 尤其是一幾年的那一代 近兩年的新樓來看 由於是疫情的衝擊之下 我覺得一手樓價錢就不穩定 當然我認為李先生的操作來說 他提前造勢 我覺得造勢的 功能會大一點 即是他告訴你七折 他告訴你七折 因為其實在正式收醜的時間前 其實李先生說了很多的一些言論 關於房市的一些判斷 沒錯 因為大家也知道 其實在近這幾年 包括李先生去不同的城市去投資 或者是撤資 在做任何的工作之前 他也知道他自己個人的發言影響力大 其實會做一些提前的 採訪 或者是我們叫做引渡也好 同時來講 當然我認為對於一些香港的朋友 假如他是上江衰上車的朋友來講 他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不過 我們要看回 在整個市場的對比之下 以及 哪怕是七折 我們看回他現時余金 賣的這個價錢 我們對應 市場的情況 到底值不值呢 你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其實你自己覺得 因為畢竟 雖然你來了內地 是有幾年的時間 但是始終你家都是在香港 換轉是你 你又是一個30歲左右的這個稅數 假如你一直在香港生活工作 你會不會買 我想其實因為香港的價錢可以那麼貴 永遠都是因為工需關係的問題 是 其實因為香港都出了很多辣椒 幫助一些年輕人買樓 甚至乎 未有自己自持物業的朋友上車 我覺得 他七折之後 14000元 尺 價錢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 在油堂來講 現在這個市 他的屋苑的地段來講 我覺得是這樣的 合理的 合理的 因為其實講到油堂 沒錯 他是東斗龍 其實 翻開 對面海上班的朋友 翻中環 翻金鐘 近的 半個小時 金融的一個生活圈 那裡他還不錯 但是他那個位置 你知道 將軍澳你熟 靠近將軍澳 靠近觀塘 很多工廠 而很多以前的 碩士廠 包括中轉站 沙廠等等 全部都是堆積在油堂周邊 包括這個盤的周邊 有很多類型的廠 那麼當然 我不知道這些廠 有沒有一些 撤走 或者是搬走的 改造的一些政策 但是對以往我對油堂的一個認知 是這樣的 再加上那個位 觀塘妖道經常塞車 我覺得那個位置 在現在這個市道 那個價錢 出售 我覺得是 合理的 你問我可不可以賣貴一點 我覺得OK的 市場好一點 你升兩三千元呎 大家不覺得 因為夠膽花錢 那麼現在這個市 我覺得 14000元 既然又可以幫到一班 很有 需求的人 去買樓 又可以在這個時間 迅速地套現 我覺得李先生 很聰明 因為你知道現在 定期 利息給了多少 債 利息給了多少 我覺得套回來的現金 價值很高 沒錯 因為其實我都很認同 Lio所說的這個說話 當然 作為 李生 這個非常龐大的商業帝國 來說 我認為 他拿貨在手 在現在這個時刻 不如現金在手 所以 其實 去做一個 我們的周轉來說 我覺得 一個非常合適的 過程 和其實 參照現在如今香港的市場 大家知道 其實 李嘉誠的新盤 七折出售 這個新聞很大 但是大家也留意 如今的香港市場 無論是一手還是二手 其實以往的價格 對比起身 都是便宜了不少 針對一些 我們香港的朋友 其實在香港做一個 支援 甚至乎 升級 或者上車 我認為 目前市場來說 都是很豐富的 正如這裏所說的 我個人認為 大家可以看這個盤 對於自己的 需求來講 合不合適 14000元呎 在現在目前的全球 經濟環境不好的情況下 房企是首當其衝 受到衝擊最大的情況 我相信 價格是合理的 同時來講 除了李先生的這個新盤 我們也知道 何文田也有一個豪宅盤 亦都有做降價的這個動作 所以 沒錯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針對 現時的需求 去做一個 平衡一些的考慮 因為 了解過A-House 或者找過我和Leo的朋友 都知道 其實在我們口中 我們從來都沒有講過 什麼是最好的房 因為每一個客戶都有 自身的需求 十隻手指有長短 這個手是不是最完美的 我相信大家 答不到這個問題 但是 它一定可能是 最適合大家的 所以 無論大家在 置業上 現在 是選擇去抄底 還是買來自住 我認為 適合自己 始終是最重要 那今天 其實我們身處 在陸景灑月灣 為什麼會談到 這個我們 香港樓宇打字 這個問題 因為陸景灑月灣 亦都是 很多香港朋友 所喜歡的 一個項目 而這個項目的 起始均價 基本上 是500萬左右 500萬左右的價 其實我們去對比 以目前 香港的市場 我們都可以買到一些 400呎 500呎 甚至是 600呎 的一些單位 作為自己 去使用 那麼 我們同樣面對 在我們說 人仔的 500萬 其實大家的價錢 就放了在同一感情上面 你覺得 作為你自己 香港人來講 你假如手上 拿著大約 500萬人 左右的話 你自己會選擇 在這裏 去買一個單位 還是 在香港 現在去做一個 抄底 其實有很多人 我反而認為 真是去 搶 李生的油堂 這個新盤的朋友 他不是 真正去搶那幫人 反而是真的有追求需求 他不是真的炒樓的那幫 炒樓的那幫 即我們認識的那幫朋友 其實停了 已經停了 因為他看到香港的市場 不斷跌 普遍認為他們 更多其他的理財方法 收支更加穩定 他們打算撐一撐 如果你要對比內地的房產來講 我們要看 到底我的錢 搬過來的時候 值不值 現在人仔低走 應該是 近這五年來 我想是現在最低的情況 沒錯 接近93 其實現在 賺港幣的各位朋友 你對換人仔的這一輪 你在支出成 即你的扣入成本上 你賺了錢 沒錯 同期環比 其實大家會發現 對比21年2年 只要在匯率上 無論你買什麼項目 以當時的價格 去對比 其實你是多了大約 8-9%的 沒錯 即是你每100萬 你賺了大約 8萬元 沒錯 我賺500萬的單位 其實我賺了40萬 沒錯 40萬 等於你 可能是 接近兩年 月供的成本 現在國內有很多辣椒 包括 認訪和不認泰 等等 即將落地的資料 包括現在 珠海在執行 應該說是全國 執行率最低的城市 現時 LPR有新的改動 即將在不夠的將來 他的基準 可能還會降多一點 未來有機會 大家 執行中的 案件利率 是3.45 3.45 是低於現在 香港的報價 沒錯 低於港澳直貸 因為大家知道 美國近兩年 加了六次息 基本上 匯豐都 照跟 所以現在 做港澳直貸 或者在香港 公銀的朋友 公貴了很多 而內地這次的變動 也是近十年來 最低的一次 所以現在 同樣 價位的銀碼 我認為在內地 選擇一個優質的 保值產品來講 是有一定的 競爭力 沒錯 其實我自己 都有 很多不同的看法 正如這條 其實剛才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以一個 香港人的角度 去跟大家談談 我第一件很好的事情 再加上 其實 包括剛才我問的 這個問題 問你 我自己心裏面 都有少許的答案 因為 無論是對於 我們講 拿500萬來內地買樓 以及在香港 買樓的朋友 我覺得大家 需求是不同 假如是真的 我們買來自住 更加多 可能選擇 陸景西灣的朋友 會考慮到 我想要一個 高質的 居住需求 並且 我可能 作為長期 在這邊居住 甚至是 退休使用 而在香港 同樣的價碼 假如我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未來一直 會流傳在香港 我當然想會在香港 進行上車 有一個我自己的家 所以我覺得這兩樣東西 自然就分散了不同的客群 而至於 在投資性的角度來說 很老實跟大家說 我自己 不是一個香港人 所以我不可以說百分百 我了解香港的市場 很多人 覺得現在香港是一個抄底的時間 亦都很多人覺得是低儲未算低 至於這方面 我認為我給不了評論 而對於內地房企 或者內地房產 我認為我會更加熟悉 針對在今年 這些政策 包括剛才 這裏說的利率 LPR的下降 我都認為是 中國內地政府 不斷舊市的一個方式 因為 了解我們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們說話都很直接 我們認為其實 在2021年 2022年當時對於房企的一些政策 絕對是不適合的 特別在當時我們叫做 新冠全球的這個大環境之下 令到一個雪上加霜的一個情況 造成了對內地經濟判斷錯誤的一個方式 而如今 其實特別在今年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新政 大家要看回 我們很多時候講案例 來看未來 中國的房企 包括中國的房地產 其實我們說近一點 最早的一次的白塊是2016年 2015年 當時 對比起2016 17 18 我們的房價是升幅了很多 特別在南灣的板塊 我們可以這樣說 1415的時候 整個片區 還在總共賣一萬元 當時華發生成六期的新樓 大約一萬二千元 而如今大家可以看到 姚新一變 已經是 紅樹灣的二手樓 四萬 華發的二手樓 三萬大幾 等等 這個價碼 其實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就升幅 當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 拆遷 那 大家都知道 內地有很多舊村的改造 佔據了一些老城區 或者核心板塊 我徵收這塊地 我需要賠錢給你 或者我需要賠樓給你 2016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種全新的政策 是什麼呢 就是 例如我們現在所身處的陸景 西灣 它都是由原本的東橋村 去進行改造的 如今大家知道 回遷房那邊 有些關注陸景的朋友 會留意到 已經是全面 開了燈的了 是 就是驗收已經通過了 這個是一個case 我是東橋村的村民 除了會賠一些部分的遣散金給我之外 還會按照我當時 我所擁有的家的面積大小 去換算到我這些回遷房 但是在2016年的時候是怎樣呢 舉個例子 將這個case放在當時 我徵收了這一塊地 我只是賠錢給你 我不會給樓給你 造成了什麼 造成了一個我們的內需循環 大家都有錢 沒錯 你搬走了 但是你沒有屋住 但是我給了錢你 那你這個錢 你第一件事應該要做些什麼 買樓 沒錯 我買樓 我重新將這些錢再投入到房產市場 然後再做一個運轉 而我這個板塊 給一些新興的 例如我們富人區這個地方 就給一些新興高正值的人群 重新進駐到這裡 而如今這個政策再次開啟 當然 2016年的時候國家有錢 國家借錢給房地產商 房地產商再賠付給我們的村民 如今來說 政府亦都說了 希望更加多動用民間的資金 其實在一個本質上 我們不會去避免一些問題的就是 現在在整個大環境不好的情況之下 政府都不是有那麼多錢 但是你會看到 政府是用以往成功的案例 不斷積極重新去救市 我不敢跟大家說 現在這個moment 去抄底 兩到三年之後 你獲得那個升幅比例 可能會 比得上 1617年的時候 但是我認為 核心價值的房產 在目前的這個moment 進入購買 起碼在抵禦通貨膨脹裏 或者是 沒錯 或者是我們在未來有相對 可觀的收益上 他絕對是買得過的 這個是我對目前內地房企 以及這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整體的看法 沒錯 多謝Leslie的分析 我們現在身處的珠海南灣 我們陸京沙爾灣這裡 現在的時間就是2023年8月中的時間 今年的12月份 就整個券已經收漏了 我說的是商品房的這一邊的北區 這次帶給大家的一個產品 只有一套 是已經絕了版的 143平方的四房兩廳兩位 這個單位 是屬於整個屋苑的一個 很熱滿的主流戶型 大家到現在 還想找 找不回 我們幫大家找一套 沒錯 我們收到這個消息 其實我和Leo是喜有參半的 第一 我自己收到這個143平的單位 我是很開心 因為這個143平 絕對是陸京沙爾灣 賣得最好的產品 因為它打了一個 我們的時間差 大家知道 南灣這個片區從2003年開始發展 以往做的開織 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大家知道現在 例如我們說 延10年前 可能120平 140平 都是做一個三房的設計 這一邊143平為什麼賣得好呢 就是作為改善型的四房 這個積 在整個市場來說 絕對是打遍天下無敵壽 最厲害 當然 你也不會買這個積 但是 為什麼我開心他不開心呢 這次這套的內部貨 大家知道 他買了陸京沙爾灣143平的這個單位 他的成交價是 3萬 3萬8千9 還是8千7 3萬9 對 3萬9千 這套的單位 3萬6千 不要傷心 但 保持這份傷心 將它轉化成為 努力賺錢 沒錯 我們的努力 分享給我們的 這個觀眾朋友 亦都希望我們鏡頭前的觀眾朋友 可以 撿到這一套的筍物 看看 我們這次拍攝的時間 所以亦都非常緊張 今天早上收到 下午立刻就過來 大家 持有5天的時間 這個單位 因為是內部保留的領導單位 我們一共持有5天的放售時間 事不宜遲 上去看一看 過去看看 這套現在上來了 現在 身處的位置 就是 第2座 二單元 的 19層 其實現在 都是一個兩梯四火的一個設計 我們看到其實很多防煙防火設備 都是在調試當中的 現在已經過了第1輪的綜合驗瘦 正式進入一個燃樓的狀態 工區的部分 磚就已經是貼了 這次帶給大家這套單位 很難得 單邊位 屬於Leo的朋友都知道 Leo同樣地都說了這個單位 現在門裝了 櫃體 裝一部份 正常來說 過了驗收之後 入門的這間 房 就會重新裝修成為一個房間 沒有窗台的房間 這個是一個 四房的單位 142平方 就是經常大家說的 Under 143平方的單位 這邊是廚房 櫃體做了櫃門 未裝 瓷磚 全部已經貼了 這個壺形 就是整個屋 賣得最好的 壺形 這邊是一個生活露台 生活露台 看出來 就是 以前的北山村 還有 最舊市的這個 海關的一個宿舍 海關的這個宿舍 大家可以看到 還是中 頂部水箱的這種設計 很多年 因為現在已經全部搬走 要拆 這一間 OK 另外這一邊 就是望內圓的部分 這個朝向 是一個 西北向的朝向 下午的這個 陽光非常充足 在這個位置曬衣服 浪衣服 很理想 非常之理想 剩下就是看一看客廳的一個位置 這裡是客廳 客廳的一個位置 好 我們看看露台外面的景觀 好 這邊是露台 景觀露台的位置 跟我們以往看到的那個示範單位是完全不同的 二座 我認為比較好的位置 就是樓價非常之大 就算來近二期那邊建樓 其實樓都是在這裡 在這個方位 所以其實我們 東南向的方向 是看到少許河景 這邊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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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許水 而且綠花造得都比較不錯 下面就已經是房子的內部空間 泳池 外面的 廣場等等 之後下面這條路 就會改變成為私家路 私家路就會直接車入 然後進去地下行機場的一個位置 這個戶型 現在 只有這一套 單邊位置只有這一套 在19樓 那我就在這裡的單位的樓下 在廁所 房間 這邊都是 房 全部都是有 中央冷氣的風管機 冷氣設備已經裝好了 在這個主人房 過度色衣霧間 以及 廁所 好了 這套單位 一元價錢都沒有加 原業主 是現在這塊地 舊市 東橋村 的書 主機 這個作為保留單位 在最後這個階段 就放了出來 原價出仇 原價出仇 如果喜歡這個戶型 又喜歡 陸境眨宇灣 想了解真實情況的朋友 歡迎大家 連續右上方的電話 找到我們 我們會將 這個正如一套的單位 所有的資料 分享給大家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PA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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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就好 順便 est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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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卡 卡inh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